D100在數碼港,昨晚直播8時, 是超區,區議會第二功能超區,全講究, 今次我們是新界東區, 今天老高興搶到三位嘉賓, 現任議員,我們即將開始, 請教練先生介紹我們幾位嘉賓, 范國威是趕上來的。 嘉賓都不用怎樣介紹,大家認識他們, 有工黨的張之翰,人民力量的陳志全, 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 因為他有另一壇正在做事, 他要幫兄弟開張辦事處, 所以會遲些少到,但應該快到, 今天我們很高興,這麼知名度高的議員朋友, 來跟我們聊天,為何會出現這個聊天的情況呢? 我們都知道,立法會今年九月直選, 真是亂過七彩這麼亂, 現在我們聽到,聽聞想參選的人, 都是越來越多,多到我們去四處邀請呢? 禮光我們就頭痕了,哈哈哈哈, 我們其實是每一場的論壇, 我們都盡量去邀請, 或者是通知不同的朋友, 到來跟大家分享,讓大家看看他們的政綱, 他們的理念,他們的爭取手法, 讓大家有多些的資料參考, 在投票的時候, 就可以作出你們超聰明的選擇,是嗎? 我們知道, 丹耀廷教授那個雷動計劃, 議員非常好, 是要搜集一些數據, 要香港的選民看到, 哪些朋友,參選的朋友, 勝算高呀,勝算低呀,勝算異議多呀, 有些資料呢,就是顯示給那些投票的選民看, 選民就用那個資料作為參考, 去到投給一些他想投的朋友, 當然那個最後的選擇, 始終都是選民的, 而行列之前, 是甚麼要先來的? 閃電的嘛, 沒有閃電,為何要行列呢? 所以我們617民間約章, 在這幾個禮拜, 就一路隱讓,一路想搞一些, 是正在搞的, 這些閃電行動的論壇, 閃電就是在閃光之下, 讓大家看清楚, 這些想參選的朋友的真正面目, 不是說話,是他們的理念呀, 正光呀,他們的手法, 讓大家去作出你們的聰明選擇, 所以我們為何會在賽嘉, 和在D100的電台, 去進行這些論壇, 我們記得上個星期六和星期日, 已經做了港島區, 九龍東、九龍西都做完了, 昨晚D100做了超區, 這個區議會第二的那個界別的一個論壇, 今天和今日, 我們就做了新界東和新界西, 這兩個界別的論壇, 我們就叫做這個階段的功德圓滿, 就是我們將所有直選選區的閃電都閃燃的了, 閃完之後跟著行動是怎樣, 我們將來再和大家預報, 所以今日很高興, 我們都很多謝那麼多市民來參與, 來聽我們的論壇, 各位行動街市民, 王國街坊有時間過來聽一聽, 因為這個是有關我們香港的前途, 香港立法會直選九月怎樣投票呢, 那今天你們會拿到一些資料的, 事不宜遲, 我們講一講今天那個程序, 馮木斯介紹的程序好嗎? 好,我們有幾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是嘉賓自己發言八分鐘時間, 講政官的保符, 第二個環節是嘉賓互相發問, 第三個環節是嘉賓再次發言三分鐘, 第四個環節就到大家了, 大家出席的朋友看問, 大家坐在那裡留意, 想想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問我們的嘉賓, 最後一個環節是嘉賓總結了, 五個環節, 好,事不宜遲, 我們剛才抽籤了, 1號2號3號1號張超雄2號, 陳志全3號是范國威的, 好,事不宜遲, 我們請大家一位是張超雄議員, 為我們發言八分鐘時間, 謝謝, 這裏好像有點坐在這裏, 我見不到後面, OK, 好,OK, 兩米一齊, 好,不好意思後面那些朋友見不到, 因為場地所限, 多謝民間日章, 舉辦這個論壇, 很可惜, 暫時只有兩位, 似乎疑似候選人, OK, 大家有機會跟大家解釋下, 我們疑似候選人的看法, 我想過去這四年,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經歷了很多驚天動地, 很多民間的死亡運動, 在梁振英政權下, 亦都越來越赤裸, 我們看到那種完全出賣香港, 不以香港人利益行先, 然後差不多一切他所答應的, 無論他在最初似乎是一個民生, 以基層關注基層作為他的一個草態, 直到他現在行四年, 其實真是走碎的就太多了, 我們在議會裏, 對我來說, 我比較注重一些弱勢的社局, 我出身都是社工, 我教的也有社會政策和社工, 我自己的秘頂也讓我特別關心一些殘障的人士, 所以其實要選一些現任議員, 最好看他過去四年做了什麼, 在這四年我入到議會, 我首先做的就是成立兩個事務或者小組委員會, 專門跟進兩個我最關心的議題, 一就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 這個小組委員會在過去年幾兩年, 在這四年裏便是跟進融合教育, 我們也揭露了有很多特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我們在講一些例如自閉症, 一些有過度血厄, 或者是學習障礙的小朋友, 其實他在早期的識別或者訓練是嚴重不足, 以及就算在學校裏, 也有很多的資源是相當不足的, 在這一個小組我們完成了有一個報告, 也都出了一個幾個國家和香港, 講有關政策的比較之後, 其實政府都迫著要回應, 我不詳細講它那些新增的政策或者資源, 但我想自分限度是讓社會多些關心一些小朋友, 其實簡單說我從政, 我是希望當一些社會最弱勢, 以及被社會遺忘的一群, 另外一群我覺得很需要的, 就是一群需要長期護理的朋友, 包括長者或者長期病患殘疾人士, 其中在院舍裡面那些, 我覺得也是最無機會發聲的, 所以我亦都成立了一個叫長期護理的小組委員會, 這兩個委員會我都是做主席, 都是做了接近兩年的時間, 因為我們規定不可以四年這樣行, 當然沒辦法, 即是兩年左右我們就要完成工作, 亦都在裡面將一些譬如院舍的監察, 院舍的法例, 基本的要求的不足, 他們都會不斷暴號出來, 政府亦都因應這樣, 沒辦法底下, 我想大家亦都因為過去有很多事件, 譬如劍齊事件, 或者最近亦都看到有智障的, 有些院友被人綁住在私院裡面這些事件, 是多了關注, 接下來如果參選還有機會進入議會, 我必然會就這兩部分, 繼續推薦我工作, 而我會集中做什麼呢, 是會有關法例的訂立, 其實在這四年裡面, 我已經在特殊教育需要, 我跟郭榮鏗議員合作, 寫了一條法例, 這條法例是小友由議員自己提出的, 一條完整的法例, 我們是仿效英國有關賭帳, 特殊教育兒童的這個法例, 這條法例亦都遞了去律政署, 他亦都出了一個凝許證, 即是說我們是可以正式進入立法的過程, 不過大家知道這四年, 其實我們的工作是太多, 裡面牽涉到很多的堆積, 變成私人草案根本沒有辦法 在這四年裡面抵入去, 我已經抵了給主席, 但是沒有辦法今年上不了, 如果我有機會回到議會, 我們這個立法一定會繼續進行, 另外還有一條法例, 就是修訂安律軟射條例, 將藥佬這個刑責, 是會歸回到老闆那裡, 亦都戒定了一些藥佬的條件, 這個是不夠的, 但至今我們都得到法證會司的幫忙, 在這裏跟他做了修訂, 亦都為了律政那裡, 如果我回到議會不用說, 看法例規定, 有關安律軟射條例層, 就是軟射條例那裡, 我一定會進行修訂, 這些民生工作我必定會繼續, 無論是推動全民的退入保障制度, 那些扶貧的工作, 我也是過去在兩年扶貧, 在立法會扶貧委會那裡做主席, 其中包括鼓吹或者推動, 社區經濟虛視的政策來抗衡領域, 另外在政改方面不用說, 我們28對8的歷史客, 我們絕對堅持要取消831, 取消絕對不承認白皮書, 一定要堅持真正的雙普選, 及早取消功能組別必然, 過去秒殺運動,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們和大家是同行的, 我們向最危險的地方走, 我們不會離開群眾, 當社會運動出現, 我們亦都同時出現, 我們不會去做大禮, 我們不是說去, 下下就說群眾要跟著我們走, 反而我們應該和群眾同行, 如果大家有留意過去雨傘運動, 或者其他社會運動, 我們都是從結盟, 從團結和基層走在一起, 有關其他勞工的爭取, 譬如標準工時的立法, 或者每年一件, 做得經資等等, 假期等等, 我們都必然會繼續去動, 我去拳擊有些, 知道, 謝謝張之豪, 我們這個論壇都希望做得公平公正, 所以每一段的發言, 我們都計時的, 除了大家公道公正之外, 大家的發言機會平等平均, 都是要控制一下整場的時間, 所以不好意思, 我要在你講中間, 我可能要打斷你的, 都不好意思, 不過你們一陣會有其他的時間, 再補充的, 多謝張之豪, 跟著我們是請我們今天的二號嘉賓, 陳祝全, 跟我們講講他, 怎樣看法, 你們要表演的結束, 多謝各位朋友, 首先要多謝韓廉生老師, 和馮智惠牧師, 搞這個論壇, 讓我們多些機會, 很直接地跟市民, 去分享我們過去在立法會工作, 和未來我們那些展望, 時間過得很快, 轉眼就已經做了四年議員, 當初萬必為何會參政呢, 其實萬必未做議員之前, 即是我, 就是做電台, 電視, 和傳媒的, 是2010年, 我記得, 因為我們對當年的政改方案, 不滿, 大家記得, 那個政改就產生了, 超級功能組別, 那五席, 到今時今日, 我們都是不接受這件事的,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我們對傳統的, 所謂民主派, 也有一些不滿意的地方, 我們覺得做反對派呢, 其實如果只是去罵幾句, 跟著到最後去投票呢, 其實不是真是反對的, 但今時今日大家就明白這個道理, 為何只是最後去投那個反對票, 不是真是反對呢, 因為在議會裏面, 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 只是屬於少數派, 我們今屆只有27個議席, 所以任何惡法, 任何撥損, 如果只是罵幾句, 之後投反對票呢, 其實你是反對不到的, 因為他都會通過的, 那怎樣能夠, 以小勝多, 以弱制強呢, 唯有就是議會抗爭, 我自己本身都不是一個很抗爭型的人, 即本身, 我整個成長都是無飯生, 即操運很好, 做童軍, 好聽先生話, 好聽校長話, 我是入了議會才學頑, 所謂頑的意思, 就是不會盲目去服從建制, 會不停去質疑它, 去步步進的, 說回議會抗爭, 今年人民力量和社民年, 就有一個聯合陣線, 我們的口號叫做, 敢抗命, 堅抗爭, 敢抗命呢, 就是勇敢, 做議員一邊要有勇敢, 要有承擔, 要有勇氣, 勇氣是要敢反抗政府, 也有勇氣去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 不可以被人質疑, 又轉牌, 又或者不敢說, 敢抗命, 堅抗爭, 堅抗爭為何呢, 堅的相反就是流, 抗爭呢, 就有假抗爭, 或者偽抗爭, 那些叫做渣流灘的, 那你平時看下我們的議會呢, 都會看到, 哪些是渣流灘的, 堅抗爭還有堅持的意思, 譬如我們經常說拉布戰這樣, 如果真是要打一場拉布戰, 真是要拼命去做的, 而所承受的壓力都是很大的, 包括輿論壓力, 包括政府壓力, 他們會開動整個傳媒機器, 曾俊華, 林鄭月娥, 即是輪流出來, 就說我們是破壞社會, 說我們是極端, 說我們是極度不可當, 這樣, 也都會有市民會, 初初不明白, 會罵的, 說我們浪費政府的錢, 今早我在沙田街站也有個阿婆來, 爹, 你不要浪費政府的錢, 我阿婆, 我們為政府省錢現在, 不是浪費政府的錢, 我們拉布, 或者我們議會抗爭, 不要舉遠了, 舉個最近的例子, 一帶一路獎學金, 拿多少錢啊, 十億, 如果我們, 我不是一早肯去宣戰, 如果你夠膽, 將那個一帶一路獎學金, 放上蔡英國的議程, 我們就不是等到你蔡英國的議程來, 才跟你打, 我們現在第一個議程就跟你打, 也都其他的民主派的方向跟我們一樣, 所以才能夠令到, 暫時黨主也要做, 你知道梁振英和保安黨到十月, 如果選完沒有選舉壓力, 他們又再來過了, 所以一定, 議會裏面, 我希望將來, 是不是我都好, 有更多是肯去投入議會抗爭, 是不怕被指責, 不怕被人誤會, 不怕被人罵的, 其實中行議會抗爭, 真的沒有選票考慮的, 你不知道, 那些人是支持多些, 還是反對多些, 或是區議會, 那些選票小些, 有些人就怕, 對家就會用什麼拉布, 反拉布, 去抹黑我們, 或者去製造一些選舉議題, 那即使是, 上次財政議選案, 那我們就入了一些修正案, 說要cut消防撥款, 那有些人又用這些來炒作, 就說我們, 喪盡天良, 吻滅人性, 消防那些都cut, 但今年不是第一年拉布, 我們警務處又cut, 教育局又cut, 真是社會福利處都cut, 我記得最記得, 梁耀忠切了那些, 懲教署那些膳食金, 我們不是說, 沒有人勝手禍死了那些囚友, 而是財政議選案, 真是只能夠入修正案, 去削減開支, 我們沒有權要加多一倍, 如果我們可以有權加多一倍, 我們社會福利, 教育實入修正案, 加多幾倍, 但不行的, 所有影響政府開支那些都不能做的, 那我們入修正案去cut它的撥款, 就是要立項去討論, 去指出, 譬如消防, 指出消防, 還要高層, 管理不當, 器材不當, 但這些呢, 有時候就會被人借這個機會, 用來抹黑了, 那這些都沒有辦法的, 還有議會抗爭, 又會被人說, 教壞小孩, 幸好我呢, 上兩個星期, 上這個ViuTV, 一帶一路, 那些小朋友都這樣問到, 媽媽哥哥, 你又坐了人的位, 你又出位, 那你是不是拍不拍教壞小孩, 我說立法會本身是教壞小孩, 整個立法會, 應該是家長指引節目, 梁振英來立法會講大話, 你說是不是教壞小孩, 那些保皇黨禮橫折曲講話, 是不是教壞小孩, 所以我就教那些小孩, 你不能夠只是看那格畫面, 只是看誰擲什麼東西, 或者誰坐著會議, 什麼提休會, 提終止, 浪費一些時間, 是要看完整個前因後果, 很開心其實, 過了這四年, 我覺得越來越多市民, 是明白為什麼我們要議會抗爭, 為什麼也都越來越多議員, 我們其實今天坐在這三個, 都已經是相對, 是會投入議會抗爭, 都不怕那些包袱, 不怕認, 我們就是要阻你, 就是不可以讓你為所欲為, 要拿多少錢就拿多少錢, 但是這條路始終都是, 我說議會抗爭沒有英雄主義, 沒有單打獨鬥的, 是不能夠靠一個人去贏的, 一定是要有, 就是越來越多的, 議會裏面要越來越多人參與, 也都是要肯拼搏的, 議會外面也要有, 我們很多義工去講解, 告訴大家知道, 去明白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抗爭的運動, 到今天呢, 其實我就不怕人不會看我議會抗爭了, 真是自然, 就是如果你到今天都不明白, 為什麼, 床貓我要拉布, 我們不是要阻住老人家的活款, 我記得第一場拉布就是, 長者生活津貼, 政府不肯免資請日式審查, 現在就搞到老人家, 官財本都會被人看著, 或者兩夫妻要離婚才會申請到, 張建宗就走數, 說檢討現在還未檢討, 連同退休保障計劃一起檢討, 這些都是, 我記得議會裏面, 一定要繼續和大家爭取, 尤其是醫藥小社群, 包括長者, 包括殘疾人士, 包括少數族裔, 包括姓小眾, 今天我們三位, 警察家的陣線其實都是很類同的, 謝謝, 好, 那麼, 我們3號的嘉賓, 在車站走過來, 趁這個機會, 在中間時間, 有些問題想問一問, 不如問一問, 好, 不如這樣吧, 兩分鐘時間, 介紹一下, 你那個政黨, 張超雄就是工黨, 陳志全就是人民力量, 都可以說一下, 現在很多人出來參選, 你怎樣去應對呢, 如何令泛民或支持民主的人士多些能当选 工党是左翼政策,所谓左翼的意思是我们站在基层那边 如果有个平衡,一边就是权贵,一边就是基层 肯定是偏向基层那边,所以我们很清楚 我们觉得一些基本民生应该以公共资源提供 例如医疗、教育、房屋、死服务 这些基本人权的需要我们认为 包括了体育保障都是一种人权 而不应作为一种福利 另外其实既然要有医疗、教育、房屋等等提供 就是说整个经济我们觉得政府应该参与多些 我们的公共开支其实现在相对整个经济比例很小 大概是两成左右,在外地我们见到稍为偏左翼那些 例如北欧那边他们讲的公共开支 佔整个经济的规模一半有多,香港两成 我们觉得有牌可以增加,我们不是说鼓吹一下 我们就要去到北欧的状态,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加一些, 如果加一些的话其实后果是怎样呢? 我们医疗不会说现在医生又不够, 护士又不够,我们又不会急症室等十几个钟头, 我们不会读科门诊等几年,我们大学不会搞到 每年有过万个考到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都不能进去 我们的福利亦都不需要那么多 好,刚刚两分钟,陈志全两分钟可以介绍一下你的人民力量 好,多谢各位,我是来自人民力量的陈志全,我是副主席 人民力量亦都是我有份去创立,人民力量是一个很旗次先的 抗民抗争派来的,所谓抗争就是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议会抗争 当然我们仍然是守着非暴力抗争的路线的,议会抗争里面 你会见到有时我们会辱马一些官员,甚至会抛杀一些物品 其实我们的目的都是要突显那些官员的不滞 现在就以前大声的对那些官说话都好像无礼貌, 我们现在最温和的那些派议员,对那些官员忍不住要抗骂他们 抗骂官员有没有用呢?其实都是有用的,你令到他自尊 自尊降到更加低的时候,起码他作恶会作小些 他自己,不过现在他们又修炼了另一套武功,就不怕我们辱马了 就是个个,个个都被我们辱马 还有就是被拉布,我们是绝对可以承认,我们是被拉布抗恶法 或者一些不合理的超支撥款的,拉布有赢有输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值得去继续做,坚持去做 他想做十件坏事,我阻止他五件,他都做少五件了 还有他每做一件事的时候,发觉在议会里面我们有这么多阻力的话 他都要三思不能够为所欲为 所以我们这些就是梁振英眼中叮来的,他为了行政主导 以铲除我们为他的首要目标 希望如果各位是支持人民力量,这个抗命抗争路线 是和梁振英是势不两立的话,就不要令梁振英是奸戒得逞 即是说他如下的任期是铲除我们这班 是阻止他行政主导为所欲为的力量,多谢 好,谢谢陈志全 刚刚我们的第三位嘉宾,范葛威到了,咖喱范 刚刚我给他一点点时间,头一头 我介绍一下整个,因为他不知道整个文章 我再说一次,我们今天很高兴 三位嘉宾来到和我们市民 近距离接触去谈起,去讲出他们想参选 新界东的立法会直选议席的理念政纲和他们的手法 刚刚我们已经听了张超雄和陈志全 八分钟的自我介绍,跟着其实就是范葛威的八分钟自我介绍 都要告诉大家,除了介绍之外呢,我们刚才另外给了一两分钟 两位在这里的议员呢,就是讲他们政党的一些事情 另外除了八分钟是推介你的政纲和为何要投你票之外 因为你还有两分钟呢,是额外去讲你们新民主独盟的理念的 可能是重叠的,总的来讲你们有十分钟 第二个环节我们就会互相提问的,一会再和范葛威详细解释 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交给范葛威详细解释 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交给范葛威了 好,多谢韩先生和陈牧师的邀请 今天可以和大家聚首一堂讲一讲我们如果我们是参选的话 我们的理念啊,我们的意向啊,我们的部署啊,我们过去的工作 我迟到了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新民主同盟 有三位的区议员的办事处开幕,我做主例的,所以我刚刚赶过来 迟了不好意思,这个不是刻意的,头两分钟讲一讲,新民主同盟成立了五年 我们是原本原属一班的民主党的区议员呢,是离开了民主党 因为2010年的政改方案那一役呢,我们认为呢,当时是很有问题 触及到我们的大原则啊,底线,那我们囚组新民主同盟 今年的十月呢,我们会成立了六年的了 那一一年呢,我们有幸派出了十位的候选人,就八位当选 当选是八成,一二年自己小弟有幸呢,是成为新民主同盟 唯一一位的立法会议员,一五年呢,我们派出了十六位的候选人 就十五位当选,那当选是有九成三的,我们和其他政党不同的呢 我相信就是我们是一个中小型的政党,我们很透过这个扎实的地区工作呢 是去争取市民的认同,但是呢,我也都相信呢,我们和不少的泛民的朋友 或者是非建制的朋友一样呢,我们有坚定的民主立场 我们自我其许呢,都是一个进步的民主派 在议会里面呢,我们同样地呢,是会用这个拉动 以事规则容许之下的抗争的空间呢,是去抗拒一些的恶法的 例如是这个网上23条啊,一个伟家灭川式的 新界东北新发展区的发展啊,这样的 那在地区那里呢,我们透过扎实的地区工作 坚定的民主立场呢,是去争取市民的认同 我们会继续走这条的路线 同样地,我们和其他泛民的团体 和建制派的团体,还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打从我们2012年开始呢,是走这个务实本土的路线 这个路线呢,走来是一点都不容易的 那呢,就在初期呢,无论是建制,又或者是传统的泛民政党呢 对我们有很多的批评,觉得我们是歧视,觉得我们是法西斯 觉得我们是对某一些的弱势社群呢,是被针对 但是一路走来呢,经过了四年呢,在议会里面呢 今时今日呢,特别在2015年的驱选之后呢 竟然会连建制派,民建联也好,自由党也好 都会自己声称自己是建制的管土派 连中书根都敢自己走出来说自己是管土派 泛民的政党,无论是公民党,又或者是民主党呢 都说会有宣言啊,会有声明啊,是走管土路线这样 我想讲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路线上面的调整 这个路线上的调整,不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工作 做得特别成功,我是想讲,这个完全因为 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港中矛盾是越来越严重 香港特区政府被大陆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呢 是一种回应式,是一种迫不得已 我们在政策倡议上面是做的功夫 是去回应政府这种施政失怨 甚至乎不是站在香港人的立场上面呢 是去施政的一个反撲来的 所以,只要港中矛盾一日存在的话呢 香港市民香港人的本土思潮呢 是会继续是兴起的 而这种本土思潮呢,并不是好似其他团体那样讲呢 很简单地将勇武,将建国,将港独呢 是扣连在一起的 我是想讲呢,务实本土路线 新民主同盟主打的呢 是讲着透过政策倡议去处理 无论是港人港水,东江水的问题 这个双飞孕妇来港产子的问题 这个奶粉坊因为一签多行一质 这个自由行泛滥而令到香港人的生活空间 越来越压迫的问题 这个是八大院校收生越来越大陆化 非本地生,本来说是要国际化 但是呢,竟然我们收的非本地生的八成是大陆学生 而令到我们香港的教育资源是出现了严重的倾斜 这些的问题,我们希望透过政策倡议去入手 特别是人口政策,例如是单程证的审批权 外来人口的入境权 这个是我和新民主同盟在过去几年呢 是一直是跟进的,会有少少的成绩的 例如是我在立法会里面 是两次的国人优先的动议 政府里面有十几个的范畴 包括了东江水,政府在13年 裁正宜算案公布了是开始研究东江水 14年是有研究的方案 15年16年现在是落实 将会在将军那会有兴建 在15年的年头就公布了 在16年17年的学年期间 就会将原本有六百个非本地生的 资助学位的学页 撥回本地的学生 原本将一个令到香港人叫苦连天 推高了物价,推高了楼价 令到大量的走私水货客 在北区上水粉两屯门元朗 旺角甚至同罗环出现的这些问题 是转化成为2015年4月推出的1052行 稍稍去舒缓一些的这些问题 这些是我们过去工作做了少少的成绩 我们会继续走这条路线下去 在议会里面当然我也想强调 除了新民主同盟之外 公民党的毛孟静 也是在上一次的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 都是强调反对大陆化都是走本土路线的 跟我是会有一些的相似 所以我们都筹组了一个香港本土的团体 希望在议会上面是有分工 例如去坐保安事务委员会 我就坐这个教育事务委员会 跟进这个反对普教宗 跟进这个简体字 要进入我们的中小学的教育课程里面 跟进这个政府要逃花我们香港人 高达10亿元的一带一路的奖学基金 我们有这方面的工作上面跟进 所以如果来等于9月 新民主同盟派我自己去参议的话 我会继续走这个务实的本土路线 今时今日香港现在有很多新的政治路线思潮 讲港独讲建国讲自治讲自决 我的大原则就是任何是香港人自己本身 根据我们的意愿去确立我们的命运 去决定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的制度的话 我就会復应的了 不过重要的就是在未来10年、15年、30年之后的蓝图的话 这个是很遥远的愿景 在当下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的话 我觉得是有大量要抗赤化 反对大陆化的政策的工作是要跟进 如果不是梁振英再连任多5年的话 香港的制度是会被梁振英是破坏到无以复加 我是要守着议会这条线里面在政策那里 是帮香港人站在香港人的立场上去争取权益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走这条路 在9月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是对非建制派 和建制派一个对决 也是北京、香港人、特区政府都看得很清楚 到底泛民主派又或者非建制派的 获得到的支持是去梁振英 到底梁振英是否还有机会 继续坐在高位那里去继续连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决 9月也是涉及到整个民主运动去到一个关口 我们要用过去的一种抗争的模式 行这个民主运动 还是一个转向 以蜡烛本土争取民主 追求香港人自决自治的一个选择来的 所以请市民去思考过程 看回我们的往迹 看回我们的路线 如何最好地去保障香港人权益 而作出最好的选择 也是 好 多谢大家 好 多谢各位范国威 好 接着我们很快去第二个环节 就是互相提问 我知道三位议员都是很老友的 应该都 希望我们先在他面前 好 但你互相提问 希望问些杜育些 要是这样 我规定你问谁 正在第一个环节先 现在第二个环节先 二号分别要问三号和一号 现在二号就有陈志全 你现在要问三号的Gary、范国威 请你问一个问题一分钟 然后Gary要答一分钟时间 好 多谢陈牧斯 范国威有一个问题我很想问你 我想你都答过很多次 但我未直接亲口问过你 就是关于超级区议会功能组别的问题 2010年因为民主党走入中联办 我们叫做密室交易 接着他就觉得为香港人 争取了五席的超级区议会功能组别 当时我们完全是不支持 甚至我从政其中一个原因 都是冲着民主党这一次而来的 当年我记得你们都是反对这一件事 那为什么今时今日很多市民就问 为什么新民主同盟就会派人去选 超级区议会功能组别的 这个第一 第二 为什么范国威自己不去的 又派一些兄弟去的 对于人物力量来说 我们对于功能组别 仍然都是三不的 不参选 不提名 不投票 当然有不同的选择 希望范国威可以 请大家解释 请范国威文贵 多谢曼B的问题 香港一日未有民主 我们都要在议会内外 公民社会 和议会抗争 是要有一个结合 才要争取民主 而在议会里面 如果想要在体制上面 抗衡政府的施政 并有力被监察政府的施政 是获得更多的议席 这个是一定要走的方向来的 我们没有 亦都不能够根本性地 否决这个功能组别 存在它的可能 所以如果是从路径依赖的话 例如好像2015年 我们就否决了这个不民主的政改方案 是不是 我们一样找莫乃光 一样找梁继昌 一样找叶建源 和他们一起去行使这个 欠制的否决权 去否决一个假普选的方案 否则我们就会民主运动 遭受到很严重的伤害 在这个大原则的情况之下 2010年为何我要退出民主党呢 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这个超级区议员 这个方案 整个政改方案是不理想的 第二就是 稍后你有时间自己发言 我自己问自己一会儿 稍后你有时间 被生还自己有时间发言 每人三分钟的 好 现在请2号问1号 大臣至传 麻烦张智华 超级 其实我知道你一向都很关顾弱势社群 但是有些人 很多时候都会抹黑你的 譬如说你专帮新移民不当香港人 甚至就挂鼻子 说你是难民之父 你和现在很多人都想去炒作一些 仇恨的议题 我觉得难民议题 我自己都是很不开心 看到那些令到那些少数族裔的人走过 就已经被人觉得是坏人 大家要退避三射 你对于被人这些攻击 你会怎样回应 和怎样向香港市民去解释呢 其实未来的选举 你见到那些保皇党 全部都是打这个反假难民的议题 无论新闻党、民建联、梁美芬 那些全部都是打这个议题 你怕不怕他们继续这样去 为何要选你做对象呢 郑敬、张珠浩 一分钟 为何选我真的要问他们 不明白我都不明白 不过对的难民 在竞选期间 我们见到会有一些政客 是借助打一些弱势 但这些弱势是可能会给人一个感觉 就是他会来跟我们争饭碗 或者打他们的时候 是会拿到一些分 这个无论打新移民 或者打烂民都是必然得分 他只要拿到那些分 他有机会进入议会 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无耻的 这种做法不是独特 全世界都有 我们见到刚刚英国脱钩 他们打的旗号 都是讲那些难民 如何涌入英国 所以要阻止 虽然这个未必是事实 我们见到美国 Donald Trump 亦都是打新移民 我们一定会站硬 我们永远站在弱势那边 现在到3号是范光威 范文 请你先问陈志全 现在是对仇 不是不是报仇 我们都是辩认的 这个是下我们 不是十五九仇 刚才讲到新民主同盟 因为现在当年就是 民主党有密室谈判 民主党破坏了选举 违反选举承诺 还有呢 是投票通过了有超级议员的政改方案 OK 但今时今日的新同盟面对这个格局 这个制度不是我们创建出来的 但因为我们要想在议会里面 争取最多的移植 为下一波的政改方案呢 是有足够的宪制的否决权 或者是通过一个理想的政改方案的话呢 所以我们要参选 我们要经过乐区里面做咨询 不是像当年民主党那样呢 是影响的 陈臣之传 是啦 但是你买一问 人民力量 或者社民园你们的联盟 如果是完全不够这个功能阻别 在议会里面 你们怎样可以进一步 是令到那个议会抗争 除了我们比如说 拉布啊 点人数之外的话 是可以有足够的政治力量 去抗凌政府一些坏的法案呢 麻烦请臣致散 我知道呢 有很多民主派的议员 仍然会觉得功能阻别有它的作用 有它的价值 所谓寸土必争 摸多一席得一席 可以补到一个关键小数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 那个席数 那个作用 未必是那么明显 一个议员的作用 是在于他肯不肯去拼到尽 如果一个问 哪有时候可以打到三个的 所谓打到三个的意思 不是打交个打 而是我们去走多几步 开会的时候 勤力点 问多几个问题 那当然多些议员 一起去问 就当然更加好 但是的而且 有些议员呢 是循例走过来 问一题 接着就放学走的 我相信 我希望未来 大家会选的议员呢 真的在议会里面 是要坚持到底的 最早回去最迟走 因为建制派的纪律 比民主派 我觉得更加好 在这些过去的四年 所以一定要 民主派要全土必争 但是土地要坚持抗争 好 麻烦你 请范克威呢 向张珠荣发问 麻烦你 我向张珠荣发问 是吗 好 我想问个单程证的审批权 因为呢 我两次的国人优先的议案里面呢 去辩论那时呢 传统泛民 公民党 民主党 或者是公党呢 都没有投到赞成票 有时弃权 有时甚至乎反对 其中一个就是 香港人口政策 有时弃权的单程证审批权 我认为呢 因为呢 因为在过程里面呢 大陆那种贪腐行为 有假证件 有假结婚 做了三年前呢 就被揭发四十万呢 搞一个的单程证 下来香港 上去 今年的年头呢 就揭发了原来高达二百万 那样 如果每日一百个五十个配额的话呢 我会认为香港的移民制度 不改革 不可以的了 那样 所以我想问一下超雄 问一下超雄你认为 例如是计婚制啊 例如是取回单程证审批权啊 例如是一百五十个单程证的配额 是否要削减要调整呢 那样 这个我想问的是 好 蒋章之豪要 首先呢 我们是绝对赞成 香港应该拿回这个审批权 全世界没有地方呢 是输出的地方 控制了个权 宁愿都是接收的地方有个权 我接收你 就是我们去决定 哪个进来的 这个很简单的 所以无可能的审批权在大陆 不在香港的 我们由头到尾都认为 审批权应该在香港 不过这一百五十个 即每日来的单程证 应该啊 如果你说裡面有怎样濫用那些呢 我们现在控制不了 但应该就是家庭团聚 什麽叫家庭团聚 这些是香港人的家人 他们绝大部分是他们的太太 或者是他们的子女 这件事来说呢 我们是绝对支持 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抗拒香港人的家人来香港 我们是支持拿回审批权 现在轮到最后一号将超王发文 现在请签你向陈之泉发文先 好慢点 抗争呢你是专家 我们都是抗争 但是稍为斯文一些 我是很想我们一起能够 拖到全民退化保障制度 梁振英是稳定的大家知道的 他一直拖 不过他拖极呢 年底他都要加报告 我们如果议会呢 我们在他最后一年呢 我们可以再继续施压的 我想请教你怎样可以 用进一步抗争 令到一个香港所有的退休人士 都得到一个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其实讲到抗争呢 如果真是我们大家 所有各港各派 认同了一个大的目标呢 我们真是可以来一次 一个全面的奔合作运动 全部的民主非建制党派 一起加入所有事务委员会 所有法案委员会 所有法案委员会 人事编制公务工程 财委会 坐定在那里 和他拼命拼命 不用不斯文的 就是说如果你不肯兑现你的承诺 我们就要瘫痪你这个政府的运作 当然这个是有成本代达 有些民意到底支持 要不支持呢 是靠我们在议会外面的宣传 但是到今时今日 我觉得民主法的抗争意志 就是团结一直拼命的意志 是仍然未够 可能如果他要出23条的时候 我们会做到这件事 但是如果为了一个我们更加公困 更加为市民利益的 譬如全民退保 藏毛和我们都曾经试过 在财政议算案那里叫做拉布 当然你说主席可以展布 但如果20多个议员齐心这样做 他要展示就比较难 好 现在请张焦雄和范国威提问 好 范锐威 除了全民退保障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民生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迫切的 无论是我刚才说的院舍 或者一些玉绽社群 其中一样 我是很想政府要去通过立法 提升我们所有院舍 尤其是私院的质素 我觉得现在在院舍里面 很多老人家或者一些残政人士 真是受苦 但是政府你看到它是死都不行 未来如果大家都进了议会 你会不会愿意 好像刚才跟曼必这样说 是博到尽 跟我们一起去逼政府去修例 他不修我们会提出私人草案修例 提升院舍的服务质素 令到这个政府不能够不正视这个问题 好 正一番的位 Gary 如果我是会去选 而如果是有幸地入议会的话 我们是可以聚焦在某一个捨幅的政策 刚才你讲的 无论是私院的立法规管 或者是全民退休保障 是去採取议会里面 慢绝讲的抗争 其实不一定是等到23条立法 我这一届做立法会员的时候 都以为23条立法我才拉到 但是谁知道新界东北新发展区 将军澳堆田区 网络23条 然后财政院算案我竟然拉了四次 这是香港管治急速落法的情况之下 不过我想讲这一届里面 我有个几痛心的一个经验就是 就是朱镕刚才问的全民退休保障 长毛其实连续三年在财政院算案那里 挨捕用议会抗争去做 但是那一次是做不到什么呢 就在议会里面有长毛去做抗争的时候 其他民间团体在议会外面 反而是对这种手法是有些保留 就无做到好像那时候 那时升东北美国23条有一种 结合巨大的一个政治压力做到出来 我们这个我们反而是要检讨的 多谢三位议员分辨会真是问题 因为我们到第三个环节了 再请他们用30分钟时间 再讲讲理清和论讯他们的观点 不如今次这个环节先讲3号 先讲讲讲凯克威 真是三分钟时间 新闻主同盟过去其实我们这届 站在自我站在进步民主派 但是亦都是跟传统的泛民 是透过以前叫泛合会 现在叫泛民会议有一个联系 我表现四年前就希望做江湖 因为就说慢点人民能量社记 黄奥文就没有参加泛民的会议 希望保持一个沟通的渠道 在重要的时刻的时候 是可以有一个连结的 泛民在这一届里面 其实有几件事是做到 例如是谴责这个遗憾 即这个谴责梁振英 例如这个签建的事件 以及最重要就是2015年那次的政改方案 我们是走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的 所以是最短小小的时候 讲话那个自我期许 是一种去年的工作 我希望未来的日子里面 在议会都需要这样 因为近日大家知道了 现在群同并起 百区敬走有很多路线 有很多以后或散后的团体 是没升起 不过确实有一种论述方法 就透过贬低人 甚至根本地否决其他人 过去一段很长时间的工作之后 就去确立自己的路线 这样香港是永远争取不到民主的 我会觉得 这样是自我这样在那碎片化 或者是不断在那互相攻击 是帮不了这件事情 我们要讲就是说 怎样团结到你 可以团结到的力量 是去抗衡梁振英 又或者是这些的暴政 这个是我的目标 这个也是我的自我期许来的 多谢 好 今次是请1号三分钟发言 你可以补充一下 还是你被我打断了那些 说不完的东西 我可以利用这三分钟 张小龙三分钟 我想在议会的抗争是必然的 不过我们可以说抗争应该从生活开始 尤其是我自己 是会放大部分时间在民生那边 如果你说政改我们一定去做足功课 我想大家都见到我自己过去在这四年 在政改或者雨傘 或者其他有关争取民主的运动 对我并没有任何私毫的开小差 是没有走你了我是要尽全力 但是我的集中是必然是一些小社群最关注的地方 我们来陆会讲真我觉得通过立法是有一个帮助 我们见到过去无论是反权法 我们民主派的合作 或者我们见到今次这位会的改革 其实都是由张宇仁一个私人草案引发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模式 如果我们未来四年用多些私人草案去引发一些改动 哪怕这些法例可能不是很全面 但都会引来一些影响 我就是要跟它从这个角度去玩 我希望我们将来会多些合作 本实讲这些凡合会将来都不会有 下一届民主派的光谱要很阔 但我们的工作手法就是联结民间 我过去亦都是做很多民间联直的团结工作 我希望团结这个公民社会和议会 我们将来发挥的效力更加大 我同意我们之间是更加应该求用全移 而抗争亦是多月化 我会全力支援政改各方面 但一定会集中在人生这部分 我最后时间 补充在新加东这边 东北这个是继续的战场 大家知道马保保已经面临很大 但未来他一定要继续上以路去申请服务 我们那边绝对要继续打下去 另外就是在整个环境保护都仍然有很大问题 你见到最近都传媒揭发他们很多电子垃圾 原来我们香港竟然是一个主要的收集站 这些绝对不能接受 除了这样之外 我们在平权方面绝对不会守远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在家庭暴力及声暴力 那个工作委员院我做主席 也是我要求成立的 我在那里亦争取很多平权的服务和政策 那未来都继续走一条路线 好 继续好 那接着是陈志全 三分钟的补充 好 首先多谢超雄光新姓小众的权益 我想讲就是未来的立法会选举 那些极端保守的某些宗教人士 他们就也都会炒作这个姓小众的议题 那我希望所有民主派 如果真是相信平权 相信平均机会的 就不应该呢 不应该去遮门 不应该隐藏 应该在你的政綱里面 很坦诚地去讲出来 也都不怕面对这些人的质疏 对于我自己过去的议会内外抗争 我觉得议会内外的抗争是有一定的进步的 过去所谓温和民主派 今时今日都会参与拉布 都会点人数 都会肯离场策动留会 为了不让我发通过 甚至会出位 行出位 以前你是想象不到二十多个民主派议员 会一起这样做的 那希望未来的议会抗争 更加会多些人去参与 其实越多人参与就越不用做的 如果我们有二十多三十个人 一起说和政府不给这条法案过 我们一定会不断发言 根本就一定要跪低 现在我们未有一个这样的决心 去不怕被人抗争 不怕误解 勇往直前 但另外一点点不开心 就是议会外的抗争 议会外的抗争 其实经过议法运动之后 大家有些无力感 加上有一些冲突 武力的场面出现 搞到群众运动 是越来越少人参与 即使网络23条 即使高铁 都出现不回当年 有数以万计群众 在立法会门外聚集的场面 可能都只有几十人 百多人 这个就是为何人民力量 仍然坚持非暴力的抗争的原因 因为抗争很多路线 其中非暴力 我觉得是可以聚集到最多的人数 即是如果每一次抗争 他们都要怕很大的风险 有没有人扔东西 有没有人烧东西 那些老人家 小孩子就未必会出现 那我相信 勇武抗争 和非暴力抗争 是可以并存的 当然我今时今日 其实我觉得 没有真正的勇武抗争 只有在抗争里面 发现出现了一些武力衝突 大家的包容程度是怎样 如果是盲目地去宣扬 有没有抗争 也觉得是不负责任 对群众 对参与者 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很多年轻人 因为被人慫恿 去犯了法 我真的试过帮一个 因为小小的事 去看看垃圾桶 跟着他就说他企图中火 混了他在这个碧屋 三个星期不给保释 后来是没有charge他的 这些很多年轻人 就是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所以我希望 我呢 至少我们仍然是坚持着 非暴力抗争 希望未来的日子 下一个立法会 议会内外的抗争力量 可以继续壮大 不只是我们在议会里面 或拉布 在议会外面 都更多市民去支持 好 谢谢陈志全 好 谢谢陈志全 好 来到第四个环节